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云蓝 首先来看到的是教育问题 花莲县境内南北辖场 部分的偏乡地区学生就学不易 有学校来提供交通车接驳 在教育部赚款补助之下 花莲县是逐年泰换老旧的交通车 那么在今天12号的上午举行了交车典礼 包含凤林国中光华月梅新社 以及丽山国小等校获得补助 也期盼未来帮助更多的学生 开心上下学安全回到家减轻家长的负担 花莲地形狭长偏向地区大众交通工具有限 学生家长要上班 多数学生的上学路突变得遥远 花莲县府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加上县府配合款约1655万元 12日举行花莲县府所属学校新购交通车交车典礼 包含光华月梅新社 丽山国小及凤林国中交通车界满年线 购置四辆20人坐中巴一辆40人坐大巴 要让学生上下学更便利安全 家住万荣乡西邻村的凤林国中中同学表示 公车班次少不一定能赶上上学时间 走路来回又要四小时 有的交通车车程不到半小时准时也安全 如果没有校车的话很难上学 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学校 而且公车的班次 就是不一定能赶在学校的时间 可能会早也可能会晚 然后如果要家人接送的话 因为那个宝宝、妈、太阳都不见得会有空 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去 那如果走路的话 是可以走啦 但是时间要比较久 封冰商新社国小校长表示 尽管学生人数不多 但学生散步北到八旗、几旗、南到封冰 交通车对学生来说格外重要 有交通车的话接送小朋友 那比较安全 那有些因为有很多家长都是要去工作 所以都是需要校车去接送他们 所以从早到晚 那有时候也在客不客 也可以把它送到家里去 所以减少它一些交通的困扰 还有协助家庭解决接送问题 在这个这两年 无论是我们去年有11辆的校车的更新 太旧换新以外 今年再增加5辆 那在过去的几年 无论是我们的特教的幼儿园车 也都已经都已经太换完成 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在行的安全上 解决家长的这个 对于接送孩子的困扰以外 对于比较远距离的这个学校 我们都能够给予孩子方便 让孩子在学校的途中安全 而且又安心 而且又非常非常的便利 依照学生交通车管理办法 交通车使用年限分别为 国小10年、国中15年 现代125所国中小学校 有36所配有交通车 其中5校车辆今年借满使用年限 有些交通车虽借满使用年限 不过车况良好 县府将每合其他工部门与私人单位 视情况转正 发挥资源最大效益 接着长邦彦华林士报导